于乔问对 乔者问于者曰 天何一 曰 一乎地 曰 地何富 曰 富乎天 曰 然则天地何一何富 曰 自相依富 天一行 地富弃 其行也有芽 其弃也无芽 有无之相生 行弃之相惜 中则有始 中始之间 其天地之所存乎 天已用为本 以体为末 地已体为本 以用为末 地用出入之为神 明体有无之为圣 为神与圣 能参呼天地者也 小人则日用而不知 故有害生时丧之患也 富凝也者 时之客也 利也者 害之主也 凝生于不足 利丧于有余 害生于有余 时丧于不足 此理之常也 养身者必以利 贪腐则以身训 故有害生焉 利身必以名 众人则以身训名 故有时丧焉 窃人之财 调之道 其时取之也 唯恐其不多也 及其败露也 唯恐其多矣 父慧之与脏 遗物而两名者 利与害故也 窃人之美 调之教 其时取之也 唯恐其不多也 及其败露 唯恐其多矣 富裕与悔 遗事而两名者 名与时故也 凡言朝者 翠明之地也 事者 聚力之地也 能不以争处乎其间 虽一日九千 一或十倍 何害生时丧之有也 事之争也者 取力之端也 让也者 屈明之本也 力至则害生 明星则时丧 力至明星 而无害生时丧之患 唯有得者能知 天一地 地会天 起相远哉 论天与地 问 天一靠什么 答 天一靠于地 问 地依赖于什么 答 地依赖于天 问 那天地又依附于什么 答 相互依附 天依靠于地形 地依赖于天气 其地形有边涯 其天气无边际 由与无相生 行与气相吸 天与地就存在于中始之间 天以他的作用为主 形体为四 地 以他的形体为主 作用为四 作用的表现称作神 形体的有无称作圣 只有神和圣 才能领悟天地的变化 平民百姓天天应有而不明白 所以有三害产生利益丧失 名誉是次要的 利益才是害人的主体 名誉产生于不知足 利益丧失于有余 危害产生于有余 实际丧失于不知足 这些都是常理 生活于世必须有物质 故贪婪的人时时寻找利益 因此有危害产生 想出人头地必须出名 故世人都争强好胜 因此有东西丧失 窃人财物称之为道 偷道之时 唯恐东西偷得少 等到败露后 又恐东西多定最大 受贿与收贿 都是一种物品 可却是两种名称 是因为利与害的不同 窃人物品时存在侥幸心理 偷时嫌少 带时嫌多 名誉的新与悔 虽然是一件事 可却有两种结果 是因为得到或丧失的不同 大机关事业单位 是出名的地方 集贸市场 是巨利的地方 能不以争鸣夺利的心态 居其中 虽然一日官升三级 获利百倍 又怎能伤害得了你呢 因此争鸣 是夺利的开始 礼让 才是出名的根本 利益到来则危害产生 明阳天下则食物丧失 利益到来又明阳天下 而且无祸害相随 只有众得者才能达到 天依靠于地 地依赖于天 其中的含义多么深远 你会看 我会看 我会看 你会看 你会看